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米娜 今天继续跟大家聊一下关于投资房的事情 那么最近常常有客户跟朋友在选择投资房上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疑问 那所以今天我就汇总这些疑问 再做一期关于首购房的投资房的相关的快问快答 好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投资房选择中最重要的考虑要素是哪些 那么我觉得在持有现金流还有租客管理增值中 这些当中最重要的其实是一个房屋的持有容易度 好 第二个问题就是投资房是一定要正向现金流吗 其实最好是正向或者是持平 如果是负数的话最好不要超过几百块 那第三个问题啊 投资房的回报率要怎么计算 其实投资房的净收益除以总房款的投入 这个呢就可以计算 这个建议巧用房贷善用资金杠杆来进行这个投资投资理念 第四个问题就是投资房的租客选择上有什么建议啊 这个呢首先要进行信用分数筛选 还有就是职业人士呢最好提供工资单 做好押金合约的保护 那么租客的挑选呢包括收入情况呀工作呀犯罪背景啊租房历史啊 还有什么信用分数啊这些都是都是很重要的 那么出租房能吸引什么样的租户 这个呀跟他所在的小区有关 那么高信用的高信用分的租客呢他们对于付款是更守时的 那这里啊给大家插播一个就是小故事 就是如果你没有房屋管理公司自己在进行房屋出租的话 那你在收第一张那个支票就是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押金的时候啊 Mina建议你们使用cashier check或者是money order 这两个东西呢就是你可以去银行或者是相关机构让房客去进行购买这个支票 因为这种支票呢他们不会跳票 之前呀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家的房子呢是自己租出去了 其实租的价钱还蛮好的 然后加上所谓租金啊还有他的那个押金啊 加一块要六七千块的样子 然后房客什么都看起来都不错 他们就收了那个房客的个人支票就把房客招进来了 结果这张支票啊因为是个人支票 他跳票啊跳票之后这个时候房客已经搬进来了 然后所以就中间就闹了一些不愉快的小插曲 其实这个时候他如果从第一刚开始的话呢 收的是cashier check或者是money order的话 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那从这件事呢其实也可以看到那个就是 你在找租客的时候有一些细节要注意 包括什么经验啊还有一些教训啊 甚至是雇用一个好的房屋管理公司都是非常必要的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我们来说第五个问题啊 我们第五个问题就是投资房买回来 短租好还是长租好呢 一般来说短租啊要比长租麻烦 长租呢就是比较省心 但是短租呢就是收益会比较高 短租啊大家都知道就是那种Airbnb啊 但是要注意一点就是短租啊 他们都是有季节性的 这个季节性能一定要把握好 好第六个投资独立屋别墅好还是连排好 这个啊独立屋和连排在投资上都是各有千秋各有利弊吧 啊这个详细你可以看我谈地产的头五期 我里面有讲到独立屋和连排上班的那个好处和快处啊 啊第七个问题投资房最重要的五点考核点是什么 也就是持有容易度持有现金流啊做客选择房屋管理 还有就是房屋的增值潜力啊 第八个问题物业管理麻烦吗 是不是要请专业的管理公司 那么在管理物业上如果你本人在投资房居住或者是附近 并且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可以自己去管理的话 其实这个完全你可以自己管理的 不然呢如果你不在本地或者是不懂的话 最好找有具有法律和相关专业的房地产管理公司来为你解决这个问题 好第九个问题委托专业出租管理公司一般是如何收费的 那这个有两个费用一个就是listing出租出的费用 一个就是每个月的管理费用 那么每个地区它那个收费也不一样 一般呢是5%左右 好第十个问题如何看待HOA物业费 那么投资房有HOA是否就是一定不好 这个不一定啊主要要看你的租房现金流还有增值的潜力 有的带HOA的它的资金流和增值是好的 这种当然就可以投了 好第十一个问题 如何找出我要投资的房产的准确的周围的出租价格 简单的做法其实最简单就是问你的管理物业公司 问你的邻居或者自己上网查 那么专业的做法呢就是联系有物业管理资质的broker 注意啊在加州只有broker可以直接做物业管理 salesperson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对于想要投资房房周边的租金还有其他一些信息 想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可以联系我 好第十二个问题选择投资房是先看房还是先确定贷款 这个其实是要同时进行的 不过在看房的时候一定要拿到预先核准preapproval letter 这样在看房的过程中呢卖家才知道你是有成立 并且是有实力的不然那其实他们不会把你当作正式的潜在买家 不会认真对待你对于我们溢价呀 还有一些就是商讨term都是不是很有优势的 好第十三问题 投资房买前先要搞清楚哪几个费用 好我们要知道每月房贷呀地税呀物业管理费呀 还有房屋保险呀水电汇机账单呀太阳能月租呀 这个我之前有说过因为加州要求2020年起 新房都必须安装太阳能装置 那么购房准吗要么可以爱月租 要么可以一次买一下 没看我的视频可以去看一下 好第十四个问题啊 买投资房可以最大获利平均持有时间是几年 平均的是10到15年 好下一个问题投资房产和投资股票的心态不同吗 这个肯定是不同的了 用股票市场投资心态呢去投资房地产绝对是一个误区 那么做房地产短线投资会增加投资风险 当然了如果熟练操作的好的话是可以短线盈利的话 那么短线盈利呢是可以参考我之前的那一期房财税法拍屋的那一期视频 有讲这个法拍屋啊银行屋啊这个短期翻修获利的具体情况 好第十六个问题 首购房的贷款中拿完prequalification letter预行核准 还有什么需要做到啊 那么首先你要拿到预先核准 然后在探访过程中呢 如果有合适的可选房源 要立即联系你的Lender就是贷款银行 这个时候呢就要敲定利率 第三方呢就会完成你的周期条件批准 那么正式批准放款周期 首付比例还有违约超时条款等都要提前了解 以确保你这个房屋买卖的能正常的按照合约的合理进行 好第十七个问题哈 定说购买零售商品商铺要比住宅连排收益高很多是吗 答案是零售的物业有更复杂的投资要素和限制 那么不同考核点还有风险呢相对都是会让它高一些的 建议首购投资房啊应该考虑住宅为主 这个时候呢降低风险 如果你有拿不定主意的投资房可以随时联系我 获取免费的或者是定制的周边比较详细的投资评估的报告 好第十八个问题啊 投资房短期翻新获利中装修的重点是什么 这个啊最重要的一定是采光 格局还有就是房屋的实现性 还有叫动线设计 好第十九问题 如何获取市场最新最全面的投资好房源呢 这个你可以联系我来获得CRMS美国地产经济商网络 以及卫上市的一些好投资房源的资源信息 你可以加我的微信我们私聊一下哈 第二十个问题就是最后一个 那么美国房产市场投资房市场走向会跌吗 大家都会问我这个问题啊 很多人会问 那么房市状况其实这个是很有地域性 那么房产走向呢可以用大数据来支持 很多人都喜欢看大数据哈 那么男家整体的房市在去年11月起 就一直是缓慢的上涨 虽然说到了圣诞节感觉期间不是Seller Market 但它其实还是缓慢上涨了 到现在1月2月中呢比较缓慢 尤其是春节期间 但南加州啊对于刚需房的要求 一直一直都是在慢慢上涨 而且现在正在逐渐的从卖家市场过度回卖家市场 也就是房价会升温 但是绝对不会暴涨暴跌 因为我们不是炒股票哈 注意投资房不要把胃口放太大了 不要focus在豪宅上 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讲的巴菲特股票投资的那个故事 最实际的操作就是低风险的 有正向现金流的中等价位刚需房 这个回报会比较稳定 那么如果对投资房有疑问的小伙伴呢 欢迎随时联系我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我是米娜 一名居住在美国加州的地点经济和注册快递师 如果你对于美国房产有问题的话 可以联系我 如果需要房屋管理啊 房屋贩卖的服务也可以联系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转发加评论呢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